大家好我是比利白 给大家开箱一款2122新款的 Battalion Blaster男子单板固定器 先说基本信息 零售价3188印度适中的一个全能固定器 官方也把它的slogan定为 One Binding to do it all 一个固定器走天下的意思 无论是公园全能华行 还是说华大山都很适合 第一印象是它的重量还不错 可以看它整个做了一些 从绑带到整体设计结构 包括背板都做了一些轻量化的设计 我这有一个burden的Malavita 虽然它是皮质板可能略重一点 但其实会感觉到Blaster还是在重量上有优势 选固定器我看中三点 第一点是舒服 第二点是帅气 第三点就是耐用 舒不舒服最直接体现在 就是我们的前后两个绑带上面 到底这个绑带舒不舒服 会不会压你的脚面 这个对我们滑雪的时候非常的重要 有没有痛点 那么这一次Battalion的Blaster固定器 它使用了是它同门的品牌 ROM SDS旗下的一些固定器的技术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ROM 现在和Battalion都同属于LPS集团 那么很直观的一个绑带的技术 就是我们这里前面的一个前绑带 有个叫Oxtec的一个技术 那么什么时候Oxtec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绑带 它有很多镂空的设计 它很像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铁的铁链 那所以当它受力的时候 会发现它其实会牢牢的卡住你的前面的鞋的头的这个部分 所以会让你的鞋头会卡的非常的紧 那这样我们在滑行的时候不会发生的一些松动的情况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 那么除此之外呢 和其他的固定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和市面上一些主流的 比如说像Burton 比如说像Union 那其实他们在调节绑带位置的地方 其实是用一个带螺丝的一个旋钮来调节 那么Battalion这一款呢 就是用一个直接的卡扣 所以你当把这个卡扣打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去调节你的这个固定器的绑带的长度 比如说可以看到我这边放进去 就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一个长度 当你选择了一个喜欢的长度以后 直接的把你这个卡扣过去就好了 那根本就不需要你再去带着手套去拧螺丝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在山上 如果想调节固定器绑带的长度的话 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设计 除了在绑带的部分比较舒服之外呢 这款固定器其实做了非常多的 可定制调节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我们绑带的长度啊 包括我们底下底板的一个长度啊 比如说你可以根据你的鞋子的大小 可以去调节你下面这个base plate 这个底板的这样一个长度 那如果你的脚大一点 可以把它多伸出一点 脚小一点 可以把它缩回去 看一下它底盘的这样一个缓震的 这样一个材料也是比较的厚实的 如果你是玩公园做很多跳台的动作的话 其实会需要比较好的缓震 那除此之外 包括像背板的这个前倾 包括整个怀背的角度 这些都是可以调节的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对固定器 要求很高的滑手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固定器其实完全能够满足你的各种的需求 挑选固定器 大家一定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个固定器 到底好不好看 帅不帅 骚不骚 那我第一眼看到这款固定器的时候 其实就想到了Union的 比如说Force的Team系列 那背后呢可能Union是它的这个logo 那这款呢我看起来更是很酷 一个是它的颜色其实是一种橘黄色 可能比Union有说那种红色啊 或者说它的有些暗的橙色要更骚气一些 其次就是在它的背后是Betalium标志性的这个 如来神掌的这样一个logo 很多人可能在雪山上就看到 会觉得哇这个是什么牌子 好帅 因为很多用Betalium的雪板的朋友都有类似的感受 当他们在山上看到用同品牌的朋友 一般都会说 诶 是吧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固定器 最直接的功能上就是说它到底的耐不耐用 因为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感受的一个 如果说你的固定器其实非常不耐用的话 那其实在使用过程中是很头疼的 无论是你的这个绑带啊出了问题 还是说你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不结实 包括背板 那其实在滑行过程中 你都会给你造成很多的困扰 目前呢我来看到 虽然我们还没有上雪的去使用 我感觉这款固定器其实整个的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它继承了整个ROM品牌的很多固定器的一些专利的技术 那除此之外呢我想聊一聊的就是它随箱附赠了很多的配件 部分品牌没有的 比如说它这是随箱附赠了大绑带和小绑带的这个尺条各一套 那很多人其实出去外滑 包括去旅行的时候 会想我的固定器如果尺条断了坏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带这么一个备用的尺条 其实就可以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它是配的一个小的一个mini disk的一个底盘 什么叫mini disk呢 普通的一个盘面 这个是一个mini disk 一看其实就会小了很多 那这样设计的好处呢 那其实是更多的减少你的脚下的一些不适性 其实会让你和雪板雪鞋固定器之间的配合 更加的灵活 更好的去感受板子固定器 带给你的一些滑形上的一些灵活度 你也更方便做一些镜像的一些扭曲的动作 当然不是说普通传统的不好 那只能说是这样mini的 这样一个设计确实会有增加很多的灵活性 那这次它也使用了这样设计 其实我也在近些年看到像Union 也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实更多的厂商在尝试mini disk这样一个技术 同时呢 这一次其实是这个小盘呢 它不仅是可以兼容我们各个厂商传统的4x4 这样的一个固定器安装技术 同时它在这边有两个小孔呢 其实是可以兼容Burton的Channel的系统 所以说不用担心 你用的是Burton的版 还是其他品牌的版 那这款固定器都可以兼容 它也很大方的送了很多螺丝 还是说其实我数错了 也没有很大方 是吗 哦 多送了两个螺丝 OK 那么这款固定器呢 整体现在在Burton的固定器的 整个的系列线里面 定位就是一个全能 这款固定器在雪山上 或者说在华为场里面 一定是最抓眼球的那一款 绝对会让你成为整个雪场 最亮的载滑的不行装备来凑 你会为它买单吗 到底有多爱呢 请在留言区跟我聊一聊 更多好玩的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